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古偶杀青,献偶待播,杨子能成为九十花剧作天花板吗? 前有女心理师表示在后期冲刺,争取尽早和观众们见面 后有拍摄了192天的沉香如谢正式杀青 前者是原著小说,阵容卡斯都很惊人的现代剧作 后者是自选角阶段旧星风雪雨 自带关注的古装偶像剧,都有成为热门爆款剧作的前置 那么,杨子能延续香蜜沉沉浸如霜和亲爱的 热爱的连续两个夏天霸平的神话 成功问鼎九十花剧王宝座,成为九零后小花旦中的女主天花板吗? 在此之前,杨子的带播剧可谓是如同过山车一般 几次大起大落,反转又反转,走势奇特 在和邓伦,李信合作都产出爆款 被认为特别忘男主能奶红当红小生之后 杨子先后和肖战,无幸猎记一人合作了两部剧作 一部余生,请多指教 是肖战凭借陈情令成为鼎流之后的第一部言情剧 男女主双方强强联手 拍摄阶段私生和路透屡禁不止 频频上热搜,可见热度之高 然而这部剧在2019年杀青之后,却至今也未播出 湖南卫视曾观宣剧作定档9月 但临近播出之时又调整了排播计划,播出了光芒 至于余生,请多指教何时播出 目前暂无确切消息 杨子和无幸猎记一人合作的青三行 因为男主涉嫌犯罪,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显然无法正常播出 男主李叔白戏份相当多 是否能找到合适的演员重拍,是否能在剧组预算范围之内以AI技术换脸,都未可知 纵使能顺利换脸,流程也势必很长,暂时播出无望 至于杨子和景百然合作的女心理师,也一度因为女配张军宁而引发争议 这部剧作原作是毕淑敏的小说,导演此前拍出过《误杀堂人街》、《探案》网剧版等多部口碑不错的作品,被认为很有爆款王者之乡 当然,剧作能否讲好心理师的职业故事,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针对坊间传闻女心理师将在月底播出的消息 片方正式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正在努力最后的后期部分,力求早日和观众们见面 至于刚刚杀青,新鲜出炉的陈香如谢,和杨子和同公司小声诚意的合作 诚意上一部仙侠剧流离热度不错,杨子上一部仙侠香蜜沉沉浸如霜非常火爆 这两位合体出演仙侠剧会有怎样的火花,也很值得期待 播出平台优酷,制片公司欢瑞同时也是两位主演的所属经纪公司 杨子工作室曾经共同发布三方声明,称剧作开机后没有合适的女主 感谢杨子帮助 如此这般罕见的操作,一时之间震惊吃瓜群众 尽管该出品公司素来被粉丝们骂狗瑞,诸多作品品相粗糙 但杨子在香蜜之后的仙侠新作依旧引人注目 各路90后小花蛋中,周冬宇在电影方面一起绝尘 但在剧作领域的成绩并不突出 杨子有香蜜亲爱的热爱的等热门言情剧 也有欢乐颂等国民认知度超高的时装剧,还要自幼出道主演家有儿女的观众员 素来被认为是九十花中的领军人物之一 因为余生请多指教,清三行迟迟未能播出 杨子的罢评步伐不得已减缓